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我一起为您做棋局讲解的是象牵大师李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呢 五鱼山战是最后一战 首先呢 带领大家去赛场领了一下棋手的风采 我是第一次参加决战名山这个比赛 这一次的改革采用淘汰的赛制 比赛过程呢 会很激烈 明山战人士多了 对那些年轻的骑手机会多了 也是挺好的 对我们那些老骑手也是非常大的辞职 今天这个明山战改革的亮点是人员的增加 增加了大量的骑手都是80后90后的骑手 这一点对于整个象棋的发展来讲是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改革是很符合象棋发展的大事 明山赛事改制给人精的骑手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网络比赛也真的参与比赛下系列的非常好处 把我们的骑手和骑名的距离拉近了 提高骑名的积极性和散影度 本明山这个比赛把我们的一些经验 通过这样一些活动 能够传递给激情的一些骑名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接着预算精彩分成 让我们实施以待 欢迎观众朋友回来 这盘棋对阵的双方是来自广东的全国冠军 女亲对浙江的年轻的全国冠军赵欣欣 两个全国特大 那么这盘棋对于这两个人来说非常的关键 对 因为这组也是竞争非常激烈 这组现在两个人实际是在争第三名 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将被淘汰 这双方也要分叠是位居第二位和第一位 对 两人是在争夺第一 但实际这两人已经应该说都进入总决赛了 对 是的 都有资格了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盘棋是吕清老师先行 对 吕清老师先行 泡二平五 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双方走得中规中矩 对 这都非常的正规流行 属于流行便利 在这个时候赵欣欣没有选 不是 吕清老师没有选择这个娟二进六 他选择了马八进七 那么下到这 那么作为赵欣欣来说 肯定是要选择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法 也就是我们大家也非常熟悉的 对 双炮过河 年轻棋手也本身赋予挑战 所以这个开局也适合他们 在这个布局里 大多数棋手恐怕都要选择这个布局 所以后手来说 积极反击的一个策略 但这期也很有意思 吕清老师肯定也是得了杨冠林老前辈的真传 而且能这么四十多岁 能这么大的年纪 还在这赛场取得这么好的佳绩 吕清老师应该五十多了吧 差不多吧 六二都记得 对 冰五进一 冰五进一 这是必然招法 当然也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马七进六 但是相对而言 冰五进一还是属于比较积极的策略 对 符合齐的道理的 炮八进四 形成双炮过河 双炮过河 这是一个典型的封锁与反封锁的布局结构 对 在这个局面下 以往的下法 这时候起手多半是要走 巨九进一比较常见 对 然后通过这个 巨九瓶六和瓶四以后呢 送这个三路兵 对 然后来突破你的封锁线 对 来解决这个 冰青线封锁的问题 而且恒车呢 也配合今后 冰五进一盘头码的一个攻势 那黑方就炮了冰三之后 巨瓶二 然后快速的在这条线上掩护 对 那个也形成了很多这个非常著名的对局 对 经典对局 嗯 那么这盘棋呢 李清老师走了一个属于比较老的变化 对 冰五进一 冰五进一 嗯 那么 黑方 黑方 巨三进五 嗯 这个局面呢 红方肯定这个冰不能摆给 也不能冲下去 冲下去人家马就都跳上来了 这也是不行的 冰五瓶六 冰五瓶六 下到这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的变化了 嗯 曾经最初的时候有的棋手 我现在这些要补试了 嗯 黑方是走的补试 那么这排实战呢 这个张云新呢 是选择了马七进六 一个非常积极的下法 也是当今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哦 那么这个补试呢 其实呢也有很多变化 当然最初这个棋 棋手认为是不成立的 哦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介绍 为什么最初是不成立的 红方接下来冰六进一 红方冰六进一 黑方居一平四 桌 桌 那么这就吃吧 嗯 吃 这样黑方退回去 那么下到这呢 现在呃 骑手基本上没有一意啊 都认为是黑方反先 对 因为黑方的子太快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红冰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 对 咱们在布局原则呢 有一条就是不要频繁走动一个子力 对一个子走了过多的部署 而且他还是弱子 还是弱 还要是居还好点 对 居还好点 他还是个兵 所以这个棋呢 影响了大子的 黑方呢 出了类居以后 今后居四进五 协助双炮过河 就是严密的封锁了 对 红方的兵型线 这个得到总比这个马退回去这个要强的多 而且这个马退回去人也无所谓 你又吃不着我 对没有影响 供不到我 那我今后这个进居再加上马七进六的配合 那么黑方的子力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对 所以这个开局肯定是黑方满意的 对 那么下到这儿呢 但是现在棋手呢 现在就是有一个新的 哎 现在跳马还不行 现在棋手对这个棋呢 有一个新的认识 他认为这是冲兵过河是可以 像过去他可能认为 但是别再往下冲了 就别再继续走了 你已经部署挺多的了 你改一点策略 对 他呢 现在就想这个兵在这个位置 如果就是封住黑局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不用再走了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黑 红方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支 十四进五 十四进五 十六进五 嗯 这个是不同的方向 他就是一会儿想跳马 支持上这个足 哈 对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这个简单的演变一下 嗯 比如说如果这个棋子 还是十六进五多吧 对 是 这差不多 刚开始有一段是十六进五很流行 但最近好像是十四进五 哦 非常的流行 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呢 嗯 不是 黑方是不是要马七进五 嗯 还是要出狙 出狙 狙一平四 嗯 那么马三进五 嗯 马三进五 现在这个兵起到了很好的封锁作用 对 啊 这狙马炮配合也非常的好 今后呢 红方可以 狙二进二点 狙二进二出去 嗯 那么黑方呢 他也是要想办法尽快地突破你的封锁 他就不惜弃掉一个下 来完成他这个 这个突破你这封锁的目的 弄掉 嗯 他飞了 飞掉 然后拱了 拱掉 嗯 然后他现在进鞠 对 切 吃 那么这个马呢 现在你回来肯定不行了 对 回来你过了一兵 太委屈了 啊 这个不好 红方的也吓得很巧妙 他马五进六 跳上去 要对 这样你呢 马三进四一吃 他呢 不是拿兵拱你 他呢 是马七进八 一个外口 踩双 那么下到这儿呢 黑方无论是平三吃兵还是平七吃这个兵 今后的变化都是非常复杂 双方是形成一个对攻的局面 对 这样 红方这块也有一点补偿 对 这个也是一个布局的去向 嗯 啊 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去自己演变一下 对 很精彩 可以实战试试 对 那么除了这个十六进五呢 后来现在最近一段时期 骑手好像走十四进五的比较多 区别在哪 嗯 其实他就是跳马的这个方向是有区别的了 就是改跳七路马了 十四进五 那么十四进五 他也要去 他这个时候出风吧 就马七六是吧 他这时候十四进五以后呢 因为这边呢 红呢 好像感觉有点问题 黑方呢 哎 就不出局了 区别就在这 对 黑方有泡二平三的先手 牵制 牵制 然后呢 黑马就 马七进五跳 马七进五跳 这时候居一平二 快速出居 那也是来这个增加对红方的封锁的力度 那么以往呢 是曾经 好像洪荣华老师走过这个 跑八平七 当然现在棋手呢 他就是他就有新的理论认识了 对啊 是来个自我牵制 自己送上去让你牵 他就封过来 这个逼迫黑方来封锁 过去是吧 当你封锁的时候呢 他冰三进一腰对 这个棋就如果你对 他呢 可能那马五冰三就出向卧槽 这个虽然是被你牵住了 暂时先不管 你才吃不到 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如果你说哎 我要牟子 那么红方有可能采取气子的策略 这样已经气子了 对 如果你吃掉 他吃掉 你杀掉 他拱 这个也解决了 完了这个泡在点 人家攻你这个 攻你这个啊 不是点到这进居再一捉马 他很有可能就有底线的攻势 看上去双方有的下啊 对 那么这是现在棋手对这个棋的一个认识 也是一个不错的变化 最近的战绩也是相当不错 是吧 那么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 呂清老师和赵欣欣的这盘棋 那么对这些变化呢 两位棋手肯定是 肯定很熟了 很熟练了 对 尤其像赵欣欣也是非常用功的一个棋手 现在专业棋手肯定是对棋谱来说 不成问题 那么他呢就放弃了十四进五这个选择 因为他认为近阶段 这十四进五的变化 红方还是取得了满意的战绩 所以这个时候他呢 马七进六 选择一个更加灵活 速度更快的选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战中 是不是也要鼓势 走的是十四进五 那么这个十四进五 这个目的肯定就是今后在中路 要盘马腰队 对 他就是让他没有闪将 先来防一下 但是这个知哪边的事 就是啊 其实是跟跳哪个马腰队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就跟刚才那盘一样 给我们演变的似的 有点区别 那么从这盘棋来看呢 感觉上好像应该是十六进五好一点 十六进五 为什么呢 压力小一点 因为如果这个骑支十六进五的话 今后你肯定是马三进五腰队 对 那么这个马的这个出路就比较小 比较窄 他只有踩冰 他不能跳进来 他不能跳到这来扑草 还有一个呢 支十六进五对这个狙进后的出路啊 可能会好一点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对完之后 你要踩进来什么 他掌握居以后 这边飞个边向 踩着贴将 可以迅速的投入战斗 解决 因为他这兵的部署过多 解决他这个 像你这么说 好像六路式的优点更多一点 对 感觉 当然这也是一种感觉吧 当然除了这个呢 曾经还有棋手呢 就是 就要这样顶一个 对 顶一个 顶一个是为了炮金 对 他一个呢 顶住你 缩小你这个封锁的范围 还有一个呢 今后这个居呢 如果横居的话 他也比较通畅 就先不补 再有一个呢 如果你不试 他可能是有炮物基因 这样他就不盘马了 对子的战术 想把马跳过去 对 如果你这时候 说你打了他跳马 那腰对的肯定是红得很舒服 如果你踩他 他可能就踩 如果现在你要是退炮 他的再退回来 这样的腾挪一下 如果你打僵 他非常舒服 这样八路炮看上去了 布置线上有支持了 他这边呢 跟你腰对之后呢 这个兵依然存在 封锁还存在 而且呢 把炮 八路炮调过来之后 最主要是八路炮用上了 然后这锯还能 设施出来了 很自然的 对 就出动了 所以这个选择呢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变化 那么这盘棋呢 吕琴老师没有选择这两种下法 他选择了一个十四进五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因为最近十四进五的变化 走的比较多 可能他也觉得 这可能比较好一些 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这点随心所欲 对 他是天才型的起 那么面对这个十四进五呢 那个黑方如何在进行 下一步的这个策略呢 那么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这个介绍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 谢谢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接下来看 黑方是如何面对 红方的十四进五选中的 对 如果现在这个局面呢 按照这个习惯性的下法 不是黑方要补个试的话 那恐怕人家跳马腰队的结果 可能性比较大了 这样的话 你黑鞠的出动也是将受到这个兵的影响 对 就是跟他这个进盘和马的这个速度啊 可能就是相违背了 所以黑鞠还是想了一个比较从容的下法 然后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对 狙击一 这招棋非常的积极 曾经有一段也有棋手走过 炮二平三 但是效果不好 因为他这招走完之后 他不是说把黑鞠放出来了 红鞠也放出来了 他是把红鞠给放出来了 所以这个棋呢 张云�在这个局面也做了一个小小的改进和处理 而且这个区的动向 你现在看不到他 对 非常的灵 对 很灵 对 很灵活 既可以在这平类捉兵 今后也可以过来支援这边的封锁 对 我们看 杨老师怎么对付的 那么这招棋呢 马骑进武 这是必然的 他的知识的策略就是要对马 对 这是你走什么 我基本上都要是这个思路的 而且也主要是为了打破你的封锁线 这阵级封锁与反封锁 就是红方肯定 老在这封着肯定不行 对 那么黑方也是千方百计的加强的封锁 然后展开一些这个牵制和攻势 那么这时候很显然他不能对掉 对掉这个这边无根拘炮的封锁就变得无力了 对 这样黑方马骑进丝跳 马骑进丝跳之后 他今后有破槽的一些这个牵制和手段 这样红方也没有看到特别好的办法 就滚兵了 其实在这个局面下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了 因为明显是红方有一个过河兵 子力战位还可以 但是呢 赶得出狙是吧 对 狙的问题是比较慢 尤其是这边这个狙 走狙 赶快往这块投入 所以说你想 如果光靠这个马炮阵地 加上兵想突破黑方的这个防线 那是很困难 他还是太看重这个奔赶的 太看重这个可能连冲的这个手段了 也许中间或可能有一些误算吧 因为这个比赛时间也是很紧的 用时很紧 对 好像是30分钟每不加10秒 对 30加 所以面对这么激烈的局面 那可能吕老师有点 我觉得这像吕老师的风格 过急了 对 刘老师是战术打击型 对 我反正先弄你一下 有先手我先走 先冲你一下 碰上那个真不理的 但是这个棋呢 恐怕是有点问题 因为这后边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 人家军一瓶四吃 那他只能吃了 这个棋很遗憾 他没有这个泡八瓶六 如果能 踩进去了 正好踩 如果能看上的话 那这些很满意 对 那很满意了 既瓶泡又出狙 然后这边还有个送 还能冲 但是有一问题 你不能吵 正好是马斯进武 你一走的话 他马斯进武 你一打他一吃 把鞠给欠了 对 你不能打鞠 你打鞠这一将 把鞠吃了 怪吃死了 那如果你飞了 人家把冰给白吃了 那是全白毛 那你这个损失太惨重了 他这个足太大了 对 所以他把冰六走不了 感觉上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是 你觉得他是漏蒜 有点随手 有点随手 感觉有点随手 他这招冲 是吧 那现在没办法了 这个不能眼睁睁地丢了 对 只能冰六瓶七 这样会得踩回去了吧 会得很愉快地踩回去了 所以说刚才那个棋 应该是先起个横鞠 可能这棋双方还战斗比较漫长 对 那么炮八瓶七一打 炮八瓶七打 好 这个棋现在炮八瓶三也是好棋 这个现在明显 这还是双鞠慢 因为这个鞠你出来也没有 还是九瓶的问题 你出来了也起不来 你底下老插一招像 所以这个棋 他也就先不管 送兵 八三进五跳 八三进五一跳 对 这时候再冲 李老师风格也是比较明快 反正有先手 我先走 我先走完了 再看 一般一胆小的 可能就被我吓回去了 对 但是赵欣欣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他也是攻击型棋手 对 也是这个出身 以这个力战渐长 所以这种棋他不怕 他越下越起劲 对 赵欣欣欣是2007年得的球游冠军 对 好像当时决赛也是跟吕欣 是吗 反正当时是最年轻的特大 好像决赛还真就是跟吕欣 最后也是赢了刘老师 踩着刘老师的肩膀上去 踩着刘老师肩膀 好 红方 跳马 长江后浪 催前浪 马五金六 那么这个卧槽马是一定要看的 对 第二金一是必须要走 第二金一 那么足五金一 别马 下到这儿呢 就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 红方的形势啊 对 我觉得红方受制了 受制了 有点不利 因为这个马呢 虽然位置可以 但是这个前途 你说这边 他也没控制到谁 对 也没有控制到谁 对 而且现在这个居又帮不上忙 这个二路居也仅仅是 这个防范 皮于防守 皮于防守 而且还本身也自身 也有点问题 对 显然黑的这个旗满意了 对 那么现在这个旗呢 红方呢 抛弃瓶酒 这也符合吕欣的风格 对 见份插针 有机会我就从边路打出去 然后底线 反正总是骚扰你 对 如果打出去顺利的在底线 形成攻势 完了这个居一步 居酒瓶八 就可以帮上忙的话 这也是刘老师期望 对 它这个居马 炮兵 再加上中炮 这边我就作为顽强的防守 微微修照一下 这边反正我就顶着你 不让你过上来 但是这个计划可能 实施起来有难度 还有 因为毕竟速度慢 黑方速度太快了 是 这样黑方 居八进三 对 下到这儿呢 现在这个旗确实是有点困难了 对 因为你打过去 它顺手给你吃了 它能垫居 就是它能聚散 这个冰呢 也确实若损失 这个冰白白损失的话呢 也不行 也不行 但是如何是好 所以这个其实到现在 逼得刘老师没办法 或者说前面呢 再往前往 就是知识的方向 有点脱节了 现在好像子力 前后主力联系不上 对 这样 刘老师一气之下吧 这边也是风格 这是它的风格 就是把局面打乱 对 在被动局面下 争取更多的机会 对 这也是被动局面的一个策略 对 但实际上这个旗呢 就是因为对手太强大了 算得很清楚 这个旗想靠这种招法 这个想吓唬一下赵欣欣 凡特大有点费劲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赵欣欣呢 也是判断非常清楚 他认为这个旗 我不用吃这个 其实吃了可能也没什么事 就飞了 让他踩进去 回个马欧看也没关系 但是赵欣欣的判断 就是这个旗 就根本连吃都不用吃你 稳惑优势了 我只要能就是 迎期不闹事吧 可以说 他可能已经看到了 就看得很清楚 看到了胜利的这个期望 所以这时候他就 就让你折腾折腾 但是折腾不出花活来 非常稳健的一个旗 马欧第七 一个简面的简化 对 就这样换吧 红的只有换了 换了 这样黑的飞了 然后飞掉 红的打了 飞了他还没打 他先出狙 要不狙太慢了 你打了也没用 狙还没出来呢 完了这个时候 黑方吓得 他并没有着急去吃兵 他先走了一个顿措 跑三架 这一个打打的红方 确实是有点太难受 我觉得赵欣欣 那小招挺灵 计算非常的准确 对 后边我们的这个红纱 非常紧凑也 也可以看到 算得非常准 红方 红方没有办法 只有知识了 只有十五斤四 然后他呢 跑三却三一退 一退 很零 就准备 这小根刺走得很零 摆中炮 摆上中炮是有点可怕 那没办法了 这个棋 对 拦不住他摆中炮 这个就是寄希望于这边的一些公式 批死一搏 对 举霸平三吃 吃了 吃了 只让他一降 一降 可以退居 一退居 一退 对 现在这个局面 能不能走这个呢 对 这个棋 问题就是他走不了 其实他特别想走 他如果能走着这个 可能把那居吸住的话 还能下一下 对 但是不行 但是为什么不行呢 现在这个炮啊 黑芳也不广了 对 那个炮关系不太大 直接摆中炮 摆中炮以后呢 如果你现在也没什么可动的 如果你来吃炮的话 我们看黑芳这块有点齐了 他一将军 怎么办 你出战不行 因为如果你出战的话 他好像 出战有点恐怖 一立居就直接绝杀了 正好不能吃事闷死了 直接绝杀了 所以这个棋只能上将 上帅 上帅 帅级 他倒马吧 对 这一倒怎么弄啊 马四退三一倒 准备马三进五将军 这个 拦不住了 没法拦了 这个棋你下来也不行啊 他这一将 对啊 这鞠都没了 可能还都快将死了 就是 如果你出来也不行 出来他可能这将你一下 你飞向紧的时候 他走这个 哦 这样也行啊 对 这样也 反正到处都是鞠将 他踩完之后 你下降 他再一立 也 也不 你只有这鞠就直走 主要是二路鞠 二路鞠也没用了 对 防守都防守不上了 所以这个棋 他等于不能走这个 这个 这个 炮走平板 对 其实他特别想把那鞠关住 他要能把那鞠关住 他底线牵住一下 可能还有点机会 是啊 但是不行 他又退回来了 袁龙退回来了 这样就看黑 炮在这了 炮在这了 退回来 完了这个时候 黑方 白宗炮 还是不能吃 如果你吃的话 他有可能降一下 然后上降 他再降 然后再上摔的话 他再把你鞠摁死 或者退回去 这边随便你抽 它是杀招 你怎么抽 它都是杀招 对 你给观众朋友摆一摆 这棋子这么多 比如说吃 不拉拉看不清 比如说吃的话 对 那么将军 一样 你出来他还是这个 对 那么只有摔无极 我们练练四个子的祖杀 给观众朋友看 姜一下 你只有上了 对 他一种方法 就是把你去摁住 很多种杀法 对 摁住不让你去抽姜 还有一种 他就让你去抽姜 准备降死 这就杀 把你降吧 他就直式 再降 你再降 他就落式 然后你随便抽 你抽这个菊 他也把你降死 抽这个菊 他也把你降死 那就是绝杀 就绝杀了 所以 那这边 这还降 这还一个杀 这还一个杀 好多个杀 主要是这四个子 红包没有子房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 它这边还是不能 这了 还是不能吃这个炮 那不能吃炮 他还是想把这底菊抬起来 但如果你抬底菊 人一步杀相 你也有可能受不了了 所以这时候可能也很无奈了 就先飞一招 小心点就 那么黑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 进居一抓炮 那么红方打过来 黑方进居 准备作杀了 这样 准备作杀了 我看红方不太好了 对 只有将军 老相 打掉 这个棋打掉就是为看这事 实际已经 这个 以大局无关了 对 因为你不打的话 我觉得李老师在这可能也放弃了 他不打 其实就是打一步 看个事就是做个自态 就在那的 因为这个棋你不打的话 你如果等他僵上这军的话 你就麻烦了 那就输了 僵上军 你要是落室 他就是有各种的杀法 各种的杀法 各种的将军的方法 对 如果你出来的话 他一杀僵也完了 你落室也不行 他反而连抽僵带阻杀的 对 黑方攻势太强了 那么这个棋 他打掉之后 赵新兴也是非常的冷静 一退 那么下到这 这个防守完全的崩溃了 洪方 对 根本就 老师看到这 看不见西方 这个跳马江也行 拿居吃试也行 对 各种的杀法 那么这盘棋下到这 对 你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这盘棋 红楼一看就认输了 对 我感觉这盘棋 就可能在布局阶段 双方还是有一些探讨 比如说知识的方向 是哪个市的问题 对 知识的方向 还有知识的方向 决定你对马的策略 对 还有后期 红方 是不是红方 应该快速的出动左鞠 快点出动左鞠 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相反这盘棋 也正好看出 赵欣欣这个居一禁一 走得比较灵动 真是挺灵动的 我当时一看 那么这个居一禁一 也是给红方提出一个课题 对 因为过去曾经是走十四进五 完了人家走炮平三 那个棋是红来满意 而且也对十四进五 在贴降的一个 一个新的走法 所以这盘棋到现在 还是这种布局 还是在发展之中 现在起手 这个层出不穷的新变 对 我们也希望能有 更精彩的对局 呈现出来给大家 对 那这个全国冠军挑战赛 五一山战 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战 对 第四战 前面已经有九位棋手 获得了总决赛资格 对 这个是还有三位棋手的名额 就在这五一山战产生 对 那个孟晨和汪洋 继冠亚军进之后 然后赵欣欣以第三名 最后一招入传卷进了 本战是汪洋第一 完了孟晨第二 对 赵欣欣是第三位 我们的总决赛 应该过两天就会开战了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 朋友们到时候关注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